一、中国建筑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2016财富世界500强第20机位,中国建筑工程总公司,是中国最大建筑房地产综合企业,和中国最大国际承包商,是中央直接管理的53家国有重点骨干企业,一房屋建筑承包,国际工程承包,地产开发,基础设施建设和市政盘查设计门和新业务, 也是中国唯一家拥有三个特级资质,房屋建筑工程师工总承包,公路工程师工总承包,市政公用工程,师工总承包,的建筑企业,建筑领域,唯一家由中央直接管理的国有重要骨干企业,历史严格,建筑工程部37军司令部1953年并入,国家基建委国家建工总局中国建筑工程总公司,一、八个基建局, 八个基建局所在地,中建一局北京,中建二局北京,中建三局武汉,中建四局广州,中建五局长沙,中建六局天津,中建七局郑州,中建八局上海,二次各设计研究院,设计研究院地点,中建东北院沈阳,中建西北院西安,中建西南院成都,中建西开院成都, 另外还有中建国际,中国海外集团中海地产,中建地产,中建发展,中外建,中建基础,中建路桥,中建刚购,中建电力,中建铁路,中国通达,中建新疆建工,中建上海院,中建北京院,市政西北院兰州,住,市政西南院,市政东北院属中郊集团, 市政华北院属性中国建设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等共40多个下属公司机构,二,中国中铁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2016财富事件500强,第57位,中国铁路工程总公司是中国及亚洲最大的多功能综合型建设集团,先后修建了全国三分之二以上的铁路,95%的电气化铁路, 十分之一高速公路,五分之三的城市轨道工程,九千多多大桥,隧道,历史严格,铁道部工程总局和设计总局铁道部基本建设总局中国铁路工程总公司 一,十七个基建局,十七个基建局所在地,中铁一局西安,中铁二局成都,中铁三局太原,中铁四局合肥,中铁五局贵阳,中铁六局北京,中铁七局郑州,中铁八局成都,中铁九局沈阳,中铁十局济南,中铁大桥局武汉,中铁隧道集团洛阳,中铁电话局北京,中铁建工局北京, 中铁上海工程局上海,中铁航空港北京,中铁港航局广州,二三个勘察设计院,三个勘察设计院所在地,铁二院成都,铁三院天津,铁六院天津,住,中铁一至五局,为原铁道部工程局,被综合局,中铁六至十局,为2004年配合铁道部主府奔离新组建的,被综合局,大桥局,电话局,隧道集团, 航空港,港航局,被人业局,但目前也慢慢走向综合化,三,中国铁建,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2016财富世界500桥第六十二位,中国铁道建筑总公司,是中国乃至全球最具实力,最具规模的特大型综合建设集团之一,成建和修建了全国新线铁路的二班之一,设计全国铁路网的五分之三, 成建和修建了一万八千公里高速公路和高等级公路,参加建设的机场,二十六个,水利电力工程了一百三十二项,地下铁路和轨道交通五十项,是由国务院国资委管理, 历史严格,东北人民解放军铁道纵队铁道兵团铁道部工程指挥部中国铁道建筑总公司 一,十七个基建局,十七个基建局所在地,中铁十一局武汉,中铁十二局太原,中铁建大桥局天津,中铁十四局济南,中铁十五局上海,中铁十六局北京,中铁十七局太原,中铁十八局天津,中铁十九局北京,中铁二十局西安,中铁二十一局兰州,中铁二十二局北京,中铁二十三局成都, 中铁二十四局上海,中铁二十五局广州,中铁建电企化局北京,中铁建港行局珠海,铸,中铁建十一到二十局属于铁道兵兵转工,中铁二十一到二十五属于2004年配合铁道部主府奔离新组建的,二四个勘察设计院,四个勘察设计院所在地,铁一院西安,铁四院武汉,铁五院北京,中铁上海任, 另有中土集团北京,中铁建国际集团北京,中铁成进集团长沙,中国铁建房地产集团北京,中铁物资等三十多家二级公司,四,中国交建中国交通建设股贩有限公司,2016财富世界500强第110位,中国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隶属于国务院国资委, 是目前中国最大的港口电设及设计企业,中国领先的公路,桥梁电设及设计企业,中国最大,世界第三的数据企业,是全球最大的集装箱起重机制造商, 占世界市场份额的78%以上,一,中铁五大品牌,续号名称总部一,中国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北京二中国路桥CRBC,北京三中国港湾北零四镇华重工CPMC,上海五中房集团北京,二中铁建企业,续号企业总部, 一中交一行区天津,二中交二行区武汉,三中交三行区上海,四中交四行区广州,五中交一公区北京,六中交二公区西安,七中交三公区北京,八中交四公区北京,九中交陆建北京,十中交隧道区北京,十一中交积电区北京,十二中交数区上海,十三中交地产北京,三, 八个勘察设计院,八个勘察设计院所在地,中交水归院北京,中交一行区天津,中交二行区武汉,中交三行区上海,中交四行区广州,中交一公区西安,中交二公区武汉,中交公区院北京,另外还有中资集团,中交陆桥,中交铁的总院北京,中交煤气热力院沈阳,车辆公司北京,市政西,南院城, 城都,市政东卫院长春,主,市政西北,院署中建集团,市政华卫院署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绿城房地产集团等六十多家全资,控股子公司,五,中国电建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2016财富世界五百桥第二百位,中国电建是在中国水利水电建设集团公司,中国水电工程固案集团公司和国家电网公司, 中国南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所属的十四个省市区电力勘测设计,工程,装备,制造企业基础上于2011年组建的国有赌资公司,一,主要子集团,一,中国水电,中国水利水电建设集团公司,前身为燃料工业部水利发电建设总局,后几定合并与拆分,2002年12月,该组, 被中国水利水电建设集团公司,2009年11月整体展示,并控股创立中国水利水电建设股份有限公司,2011年成为中国电建全资子公司,总部北京,二,中学顾问,中国水电工程顾问集团有限公司,前身为水利水电规划设计总局,院,主要分为中国水电顾问集团国际工程有限公司, 和中国水电顾问集团投资有限公司,2002年12月改组来,中国水利水电建设集团公司,2011年成为中国电建全资子公司,总部北京,二,中国水电17个工程局, 10号名称总部,一,中国水电1局长春,二,中国电建建建设集团中国水电2局北京,三,中国水电3局西安,四,中国水电4局西宁,五,中国水电5局成都,六,中国水电6局水阳,七,中国水电7局成都,八,中国水电8局长沙,九,中国水电9局贵阳, 十中国水电10局成都,十一中国水电11局郑州,十二中国水电12局杭州,十三中国水电13局天津,十四中国水电14局昆明,十五中国水电15局西安,十六中国水电16局福州,十七中国水电基础局天津,三,中水顾问系统八个设计研究院, 十号名称总部,一,水归总院北京,二,电建华东院杭州,三,电建西北院西安,四,电建中南院长沙,五,电建北京院北京,六,电建贵阳院贵阳,七,电建昆宁院昆宁,八,电建成都院成都,四,十四个省市,区,电力勘测设计,工程,装备制造企业系统企业,地区企业,河北河北设计院, 河北电建一公司,河北装备公司,山东山东电建总公司,济南,山东电建一公司,济南,山东电建三公司,青岛,上海上海院,上海电建,上海能人装备,上海电力环保设备,吉林吉林院,长春发电设备总厂,长春能源,四平线路器材厂,甘肃甘肃能头兰州,青海省电力设计院,吉林, 明夏明夏电力建设工程公司延川,四川中电建水电开发集团,四川电力设计咨询公司,四川电建二公司,四川电建三公司, 成都电力机械厂,成都电力金居宗厂,成都其他厂,都将电力设备厂,重庆重庆电力建设总公司,贵州贵州电力设计研究院,中电建贵州公司,河南中电建华中院,中电建河南公司,河南电力器材公司,正着电力机械厂,湖北中电建湖北公司, 湖北省电力装的有限公司,武汉电力设备厂,江西江西省电力设计院,江西火电,江西省水电工程局,江西省水电工程局,江西省电力设备装厂,福建福建电力勘测设计院,五,后来调整重组, 十号公司成立总部,一,电建路桥,2006年4月北京,二,电建铁路,2011年1月北京,三,电建港行,2007年重组整合天津,四,电建核地2016年8月由山东电建二公司更临而成济南,五,电建新能源2004年7月北京,六,电建国际2016年3月北京,七,电建地产2005年11月北京, 八,电建海投,2012年7月北京,另有电建苏联,电建装备研究院,北京华科软,电建水智力,电建德国等85家二级子公司,控股公司,六,中国能建中国能源建设股份有限公司,2016财富世界500强,第三,109位 中国能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成立于2011年9,由中国各州大集团公司,中国电力工程顾问集团公司,电力规划设计总员,和国家电网公司,中国南邦电网有限责任公司,所属15个省,市区,的电力勘察设计,施工和,修道企业组成, 是中国南至全球最大的电力行业全面解决方案提供商之一,由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直接管理,主要子集团 一,各州大武汉,此公司所在地,各州大一公司一厂,各州大二公司成都,各州大三辖公司一厂,各州大三公司西安,各州大五公司一厂,各州大六公司昆明,各州大集点公司成都, 各州大集图公司一厂,各州大电力公司一厂,各州大集线传博公司一厂,另外还有各州大国际公司,各州大房地产公司,各州大水泥公司,各州大一厂基地管理区等20多家家属公司 二,中电工程,北京,此公司所在地,中电工程东北院长春,中电工程华东院上海,中电工程中南院武汉, 中电工程西北院西安,中电工程西南院成都,中电工程华北院北京,另外还有中国电力建设工程咨询有限公司,投资有限公司,新能云有限公司,国际工程有限公司,共识加全资资企业 三,中能装备CX北京,此公司所在地,华南装备广州,华东装备镇江,西卫装备西安,北京设备公司北京,江苏装备公司长州,山西装备公司太原,葫芦岛设备公司葫芦岛,南京县材公司南京,湖南县材公司长沙,湖南三电李林, 安杀铁塔公司安杀,保机铁塔公司保机,兰州修造公司兰州,沈阳机械公司沈阳,设计单位,单位所在地,中能建黑龙江院哈尔滨,中能建辽宁院沈阳,中能建天津院天津,中能建山西院太原,中能建江苏院南京,中能建浙江院杭州,中能建安徽院河北,中国能建湖南院长沙, 中国能建陕西院西安,中国能建甘肃院南州,中国能建新疆院乌鲁木齐,中国能建广东院广州,中国能建云南院昆明,中国能建广西院南宁,施工企业,施工企业所在地,黑龙江火电一公司哈尔滨,黑龙江火电三公司哈尔滨,东电一公司沈阳,东电二公司大连,东电三公司锦州, 天津电建天津,山西电建太原,江苏电建一公司南京,江苏电建三公司镇江,浙江火电杭州,安徽电建一公司河北,安徽电建二公司河北,湖南火电超沙,西北电建西安,广东火电广州,广电工程局广州,广西水电集团南宁,广西水电工程局南宁, 7.中国中有,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2016财富世界500强,第二百九十位,历史严格,1982年中冶金工业部,中国冶金建设公司, 1994年,中国冶金建设公司,加冶金部部署的部分设计院,勘察院和施工企业组建更名,为中国冶金建设集团公司, 998年冶金部所属的所有勘察,设计任何施工企业换入中业集团公司,2006年中国冶金科工集团有限公司,2015年整计并入中国武矿集团公司,成为其全资资企业,不再作为国资委直观企业,母公司,中国武矿集团,施工企业中业建设施工企业所在地,中国一业武汉, 中国二业包头,中国三业安山,中国五业成都,中业天工卯安山,中业建工重庆,中国十九业喷枝花家成都,中国二十业上海,中国二十二业腾山,中业宝钢技术上海,上海宝野集团上海,中国花业集团上海,中业制业北京,中业海外北京,中业东北建设沈阳,住, 从前也进步的业建单位,从营业到二十三业,目前,除中业的公司外,部分成为武矿集团,中国旅店公司,中国节能,中国有色的子公司,部分下方各省,部分改制,八大院及其他研究院, 一,远也进步八大院,远也进步八大院所在地,中国恩贝北京,中业京城北京,中业在地重庆,中业南方武汉,中业华千玛安山加南京,中业东方青道,中业北方大连,中业长天长沙 二,远也进步其他研究院,其他研究院所在地备住,中业监研院北京,中业社败院北京,中业交奈大连,中业沈堪沈阳,中业武汉成都,2013年2月化归中国武野,已经成为武野集团全资子公司, 八,通用技术集团,中国通用技术集团控股有限责任公司,2016财富世界500强第383位,中国通用技术集团是在中国技术进出口总公司,中国机械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中国仪器进出口总公司,中国海外经济合作总公司,中国医药保健品进出口总公司合中, 国国际广告公司等6家专业外经贸企业基础上组建而成的,集团所属建筑企业,一,中国新兴集团总公司,原力属于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2009年10月战略重组整体并入中国通用技术集团,成为集圈子子公司,是大型国家房屋,建筑施工,总承包特级资质企业, 在成建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以及高大精尖建筑方面具有独特优势,资公司简介,中国新兴建设开发总公司,创建于1953年,县位房屋建筑工程师工总承包特级资质企业, 中国新兴保信建设总公司创建于1950年,系列国家工程建筑师工总承包一级企业,中国新兴制业公司成立于1993年, 拥有国家建设不合法的房地产开发二级资质,二,通用地产有限公司,原名北京通用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成立于2001年, 是通用技术集团之属的专业同事房地产开发经营业务的全资质公司,是浩斯公司,一通用地产北京有限公司,二通用地产上海有限公司,三通用地产天津有限公司, 四通用地产重庆有限公司,五通用地产长沙有限公司,六通用地产成都有限公司,七通用地产烟台有限公司,八通用地产珠海有限公司,九七二项目部,九,太平洋建设, 太平洋建设集团有限公司,2016财富世界五百祥第九十九位,太平洋建设始建于1995年,总部位于南京, 是一家,一基础设施投资,预建设备和新产业,拥有国家公路,市政,税率等多各种承包,一级资质,极若干专业一级机制的私营企业, 中国最大的城市运营商,名列中国私营实体企业第一,全球建筑业私企第一,目前拥有员工三十万人,2015年营业收入七百三十亿美元, 今年来,太平洋建设逐步走出国门,先后于蒙古、智利、加纳、希腊、阿尔巴尼亚、马其顿、奥地利等国签约,合作项目布吉亚州、欧洲、北州和拉丁美洲, 扩展,集团创始人员建合,有全球华人第一狂人,财富黑马,中国后代人工第一人支撑,在国内首创BT模式, 被语为中国BT模式鼻足,苏泰华系,苏泰华系,由苏章集团,太平洋建设,华托建设共三大平台六十个集团组成, 是严世家族旗下遗产经,财经为核心的第一个世界五百强,2015年全球排名第156位,2016年全球排名第99位,位置中国私营实体企业之首,全球建筑行业私体第一, 1.苏商集团下设第一至五建设集团,2.太平洋建设下设第一至二十五建设集团,3.华托集团下设第一至五建设集团, 庄严戏,庄严戏,成就严世家族旗下议智慧,文化,教育等高端产业, 为核心的第二个世界五百强,现以下辖, 1.金山集团,护山集团,川山集团,岳山集团, 2.公共地产,绿色建筑,住商建设,苏泉建设, 3.印度洋建设,大西洋建设,北冰洋建设, 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别忘了按赞哦!